馬英九所承諾的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不捐的話 我就不捐 但沒捐 你就是強制奪理嘛 帝哥道菜都把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故意混為一談就對了 其實趙沙康最好不要辭中廣的董事長 為什麼呢 你一天不辭就是正美兩期 你的影響力就在 所以呢 就會讓人家把你貼標籤 很簡單嘛 你做你不要死 誰希望 誰適合你死 你死啊 而且你也就是練戰 眷戀不肯辭 我說我該聽的啦 你如果是認為說 好友誼跟你的贏有嗎 你第一天你就死了啦 我說真的嘛 你幹嘛替自己留後路 更何況 這個後路根本無所謂 因為你把這個董事長辭了以後呢 依你掌控整個中廣的情況下 時到落選的時候 又回來做董事堂就好了嘛 大家對於這個金錢留下滿納悶的 因為中廣呢 現在基本解說一下 一層是兩戶嘛 每戶是175坪嘛 月租金大約是25萬 整棟月租金是650萬元 那大家就想說 整棟月租金 那你收進來之後 應該是中廣所有嘛 那因為趙少康的身份 是董事長嘛 比較特別嘛 好 結果今天楚英委員就說了 原來趙少康呢 始終不持董事長的原因 就是要繼續佔用資源之外 更何況呢 中廣是黨產會認定的國產 他佔國產當禁辦 就是要把全民的資產 持肝抹禁的 記得租金自己收 免費佔用中廣的大樓當禁辦 這樣算是免費的情況嗎 應該講左手給右手 怎麼說 基本上來看 趙少康把中廣的12樓當禁辦這件事情 20萬哪裡來 這是一個問題 剛剛鑽老師也說了 那20萬 進到中廣之後 那趙少康是中廣的董事長 那等於不是進到自己的 那家最大股東嘛 所以不是等於又進到自己的口袋了嗎 那簡單講就是 你中廣賺的錢 就等於是趙少康自己賺的錢 就賺走了嘛 然後這是一個他賺走的是一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層是剛剛處理委員所提到的 中廣本身已經被認定是 這個國有的財產 那你等於是 你占了這個國有財產 然後你把它拿來承租 承租的結果20萬 又進到自己的口袋 這不清不楚的一個狀況 這是第二個問題 所以金流上面 為什麼讓人詬病 問題就是你那麼多地方可以租 為什麼非用中廣不可 便宜行事 圖利自己 看起來就是 看起來這樣子的行為是非常可疑的一個狀況 第三個部分 副總統競選辦公室的成立 我相信很多都有 那可是副總統競選辦公室 自己要租這麼大一個地方 離你的總統的partner 一個在新北 一個在台北 這麼遙遠的地方 然後成立一個副總統競選辦公室 你跟侯友宇到底是貌合神禮還是什麼關係 你可以 我相信侯友宇在清北的那個鏡頭 應該有足夠的空間 或者是要更距離更近的場地 可以讓兩個人好好聊聊 通常不是應該都在一個大樓裡面 或者是距離比較近 你跑那麼遠 自己而且非得中廣不可 到底是什麼形態 到底是你跟侯友宇貌合神禮 那邊就沒有人用 我就用一下不行嗎 用一下又是20萬租金 又放到自己口袋裡面去 所以這個狀況就會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不是屋主 屋主是中廣 他中廣最大股東 那你等於是你把你20萬的所謂的租金 放到中廣去 那中廣你就是中廣董事長 你這麼多 你就在這邊賺了多少錢 就簡單講是 所以為什麼說左手到右手 原因就是這裡 你有那麼地方可以選 你選了一個爭議最大 但是對自己利益最高的地方 那我不曉得侯友宇 剛才講侯友宇作為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你看到你的副總統跑這麼遠 自己住一個這麼大的辦公室 是要跟你分庭抗理 是要告訴你說 真的選上的時候 記得副總統全力要分給我 我可以從現在開始就做給你看嗎 所以你看到總總為什麼會那麼多爭議 問題就在於剛剛講的 一個是金流的爭議 一個我覺得大家沒有注意到的是 你跟侯友宇的關係 這個從這裡看出來 確實兩個人 這個趙超康的聲勢 看起來硬是要凌駕於侯友宇之上 第一個我覺得方便 第二個安全部分 最後一個月 我覺得你如果自己在找房子 你想想看有那麼簡單嗎 而且第二個包括要成立一個競選辦公室的話 相關的保密 甚至所有的通訊安全都要做過 這是其實對各競選陣營都是這樣子的 那你對趙先生來講 他設在中廣 第一個他跟你說 他在名片都有印 說他要繳錢 當初跟中廣跟國民黨交易上 他就買地上權 設設那個就說設施 廣播設施 還有樓上的辦公室的使用 這有6錢就好 因為中廣每年是提出財報 他必須要跟股東負責 而且這個租金收入都要列為 進辦了所有的相關的 最後那個申請都要申報 所以你說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當然民黨一定要主攻說 趙超康沒有請辭 可是現行法令裡面 就是廣電三法 只有規範到現行政治人物有公職了 所以你有一個辦法 你逼他請辭 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趙超康當選 那當選他就一定要指 所以現行沒有規定的候選人 所以候選人沒有 好 你有廣電 可能不會當選所以硬是不止 他不止 他不止 他不止止 還要賣掉公司 我說廣電三法 現行沒有規範到候選人 你說好 你要打他沒問題 可是現行廣電三法 你就沒有 還是說你未來廣電三法 要修法 把候選人 就說登記之後 也要納入廣電三法規範 這都可以討論空間 可是現行就沒有 所以候選人是不用辭 所以你打這個 第一個 他財報都有去申請 所以我覺得 可是中廣的錢 就是會進到黨庫裡面去 不是每年要有部分的錢 會進到黨庫裡面去 中廣現在他買地上的錢 中廣他也賣給趙少康了 黨部裡面只有地上 土地 土地是嗎 歸總統所有 總統 黨產會縮掉 所以總統現在實際上是歸誰的 黨產會在控制 國民黨要動錢不能動 國民黨連說 國民黨 柯文哲不是打說 國民黨還欠退休 黨公9億嗎 連錢 連這些土地都不能弄 不然中廣那塊 四五十秒才賣掉 就來處理了 從遲不遲中廣董事長到 到中廣的那個房子啊 這些事情 國民黨 這個時候要說 很尷尬 土地是中 是國民黨的 新玉台嘛 建築物地上全 叫地上全嘛 是中廣的 中廣最大股東 百分 應該是幾乎是百分之百吧 是照相照各的公司嘛 這種結合啊 那個建築 那個地上全在照相照各的手上 那塊地 連使用 它除了要付租金之外 永遠都是它的 永遠都是它的 正常交易 沒有人會把土地 跟建築物拆開來 為什麼 有一天這個地方 如果想要改建的時候 很麻煩 只有一個狀況 它是我相信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當時 當初要把土地切開來 然後錢一直放在 在那邊 國民黨還可以派財務人員 進駐中廣 為什麼 監管 好 那從 你既然要當副總統 候選人 為什麼不辭 你知道嗎 其實你講那麼多 都是假的 前一陣子大家在講那個 那個廉恥 那個顧彥武那個 在講文言文跟百話文 我今天用文言文 論語大家都讀過 論語裡面 有一篇 那個孔子有講一句話 想說 即期老也 血氣既衰 接著是在得 這個得不是 不是指那個 得到的得 是說年紀大了 氣血衰敗 也就是說 你知道你 人生逐漸走路 走路到 這個晚年 這個時候 借了就是要貪 要捨 要捨 所以 你在看中國 說的東西其實只是因為 他年紀大了 捨不得 對